再带你来看 基隆高中因12年国教规划了一系列的趣味课程 提供给国中生探索了解 其中的水中蛟龙活动 看见机中蜻蜓队员的厉害 也揭开了国中生的兴趣 好厉害的12连番 机中蜻蜓队的学生展现高超的技艺 更带领国中学生水中投篮的活动 结合趣味游戏 让国中生先体验水上运动的乐趣 我们是第一次来这边划船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 因为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算是第一次接触 所以他们现在主要的目标就是以下水 培养水感然后滑直 前进后退 尽量能够不翻船为主 不只开设水中体验课程 还有喜欢音乐的孩子也有福 音乐老师洪文荣以知名的电影 设计了人生辨识活动 让孩子动手动脑也动歌合 玩随手可得的器具 希望他们透过这次的活动 能了解这种高中 更多有趣的地方 然后其实老师也是跟同学互动 非常多的地方 我们基隆高中从上个学期开始 从去年九月开始 我们设计了一连串的活动 我们叫做活力集中探索计 那有包含了像这一项蜻蜓水球 那还有动手玩科学的课程 还有机器人的课程 乌克力的课程 那就希望我们学校的一些创意的课程 可以让国中生了解 然后也希望能够吸引国中生来 就读我们的学校 展现学校特色 开出系列体验课程 希望能吸引在帝国中生 留在基隆升学 也成功地打出学校名号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